世界童话名著连环画 英国 特拉福斯 玛丽波平斯阿姨 班克斯先生和班克斯太太带着他们的四个孩子 大女儿简 第二个孩子麦克尔 双胞胎约翰和巴巴拉 在樱桃树湖同时7号住了下来 布里尔太太帮他们烧饭 埃伦帮他们开饭 罗伯逊爱帮他们除草 擦皮鞋 可就是还缺一位照顾孩子们的保姆 刮起了东风 天更冷了 班克斯先生进城到银行去上班了 克斯太太在客厅里 给报社写信 求他们马上给他找位保姆 慢慢的 太阳下山了 突然 有个人影被风吹得晃来晃去 飘进院子里来了 那是个女人 当她在前门口着地时 整座房子都摇动了 咱们去看看她是谁 简和迈克尔来到门口 班克斯太太介绍说 这是来照顾你们的保姆 玛丽波平斯阿姨 她又向来人说 至于证明信 我有个规矩 从不拿出证明信 看证明是古老18代的旧规矩 早过时了 班克斯太太听玛丽这么一说也不坚持了 新来的人有一头发亮的黑发 像个荷兰木偶 瘦高个 大手大脚 有一双直盯人看的蓝色小眼睛 那女人跟着班克斯太太上楼 可办法与众不同 她两只手拿着手提袋 一下子很利索地坐上楼梯 扶手滑上来 两个孩子好奇地盯着她看 妈妈走了 简和麦克尔就靠到玛丽阿姨身边 多好玩的手提袋呀 麦克尔忍不住去捏捏她 手提袋打开了 里面什么也没有 就像玛丽阿姨的脸 什么表情也没有 不过 玛丽阿姨忽然从空袋里拿出了白围裙 大肥皂 牙刷 发夹 香水瓶 小折蚁和润喉止咳糖 最后从手提袋里拿出来的 是一张折叠床 玛丽阿姨和孩子们一起睡了 麦克尔被这新来的怪人迷住了 忍不住叫起来 玛丽阿姨 你永远不再离开我们了吧 如果你们再说话 我就叫警察了 玛丽阿姨吓唬说 接着 她告诉孩子们 我待到风向转为止 这天是星期四 玛丽阿姨休假 她戴上白手套 夹着鹦鹉头 伞柄的伞 顺着花园小路出门去了 她高傲地对警察点点头 罩着车窗玻璃戴正帽子 扫平上衣 夹紧雨伞 让大家看见伞柄上的鹦鹉头 打扮好以后 就去会见卖火柴的那个人了 卖火柴的人可真行 还会画画 而且是在人行道的地上画画 喂 玛丽很温柔地叫她 玛丽卖火柴的人转过脸来 她叫伯特 伯特好像有点难过 因为她今天生意不好 只挣到两个便是 没法请玛丽吃木莓果酱蛋糕了 没什么 伯特 这种点心不容易消化 真的 玛丽怕伯特伤心 故意这么说 伯特突然有了个主意 她指着她画在地上的一幅画 说 走 到画里去 现在就去 于是她抓住她的双手 带她离开大街 离开铁栅栏和电灯杆 一直走到画里去 他们到了画里面了 那里多么翠绿 多么安静 脚底下的嫩草又是多么柔软啊 他们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伯特变了 一身新衣服 一顶新草帽 玛丽变了 可爱的人造丝披肩 帽边垂下卷曲的长羽毛 还有大宝石扣子的新皮鞋 他们互相欣赏着 一起穿过小树林 洒满阳光的小空地 一张绿色的桌子上 茶点已经摆好了 请坐 太太 竟然还有服务员 啊 到底吃到了这木莓果酱蛋糕 而且还有用针挑着吃的油罗 都吃完了 该付钱了吧 哦 不用付钱 服务员说 你们来这里 我们已经感到很荣幸了 就在那边有旋转木马 服务员向他们介绍说 真的 好几匹木马在旋转 今天尽是些奇怪的事 他们来到旋转木马那儿 木马正好慢下来 他们跳上木马 音乐响起来 他们开始转动了 骑到亚毛斯港又骑回来 天快黑的时候 他们才回来 服务员带他们到了出口 他们继续往前走 渐渐的 玛丽帽子上的羽毛 肩膀上的丝披肩 鞋子上的宝石不见了 伯特的新衣服退了色 草帽也变旧了 不过 他们一点也不傲丧 玛丽向卖火柴的告别 回班克斯先生的家 玛丽阿姨带着简和迈克尔 到玛丽阿姨的叔叔 假透发先生家去 欢迎 欢迎 从天花板上传来了 假透发先生的话 他竟然在天花板上 每次我过生日碰上星期五 我一笑 肚子里就充满了笑气 像气球一样飞起来 一直要到想出 件严肃的事情 才能回到地上 简笑了起来 他一面笑一面觉得人越来越轻 好像给打足了气 这是一种古怪而又舒服的感觉 使他越来越想笑 接着他猛地一蹦 飞起来了 飞到了房顶上 头在天花板上轻轻碰了一下 来到假透发先生身边 接着 迈克尔也一面笑 一面生上来了 他们三个坐在空气里 挺舒服的 下面就只剩下 玛丽阿姨一个了 上来吧 想点什么滑稽的事 迈克尔说 不 他用不着 只见他一个例证 一点不笑 连一点微笑的影子也没有 就直飞上来 坐在简的身边 真是个神秘的玛丽阿姨 该吃茶点了 可是桌子在下面呢 只有一个办法 必须想一件严肃的事 伤心的事 迈克尔想要上学的事 简想14年以后将要变成大人的事 假透发先生想姑妈出车祸的事 可是没用 这些事今天想起来都有点滑稽 怎么也难过不起来 玛丽 你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吗 假透发先生一求玛丽阿姨 下面的桌子就动起来了 只见她晃动得可怕 上面的杯子盘子叮当碰响 高饼落到桌布上 接着 桌子飞过房间 轻盈地转一圈 升到他们身边 他们围着桌子做好了 面包 黄油 糖块一点不少 房东柿子小姐拖着茶盘进来了 她傻愣了半天 突然连连喊着救命 不由自主地离开了地面 在半空中摇摇晃晃地 等到她来到桌子旁边放下那壶开水 都苦恼地要哭出来了 当然 最后她还是回到了地面 看着她那副滑稽的样子 大家又忍不住大笑了一阵 该回家了 在一片大笑声中 响起了玛丽阿姨的声音 像吹大喇叭 剪 迈克尔和假透发先生 一下子降落下来 彭蒂一声落到地板上 想到要回家 这是整个下午里 第一个伤心的想法 有了她 笑气都消失了 有个名叫拉克的阔小姐住在班克斯家隔壁 房子大的叫海军上将都眼红 邻居们整天听到她大声地叫 安德鲁 你在哪儿 安德鲁 不穿上你的大衣可不能出去 安德鲁 上妈妈这儿来 其实 安德鲁是一条小狗 她整天过着奢侈的生活 不过 这可不是安德鲁愿意的 她愿意的是做一只普通的狗 所以她要找普通的狗做朋友 有一条全街人都不喜欢的专门惹事的狗 可安德鲁喜欢她 可以从她那里听到城里的种种奇闻 遗憾的是 这种谈话也只有难得的机会 还常常被拉克小姐的呼喊而告吹 终于有一天 安德鲁不见了 拉克小姐的佣人们在花园里拼命找 拉克小姐本人在挥手大叫 安德鲁 安德鲁 唉 她不见了 我的心肝宝贝不见了 我们得去报告警察 我得去见首相 安德鲁不见了 天哪 哦 天啊 这神情好像天要她下来似的 不久 安德鲁回来了 她慢腾腾地走着 好像什么事都不关心似的 她旁边一条大狗在跳圆圈舞 正是那条全街人都不喜欢的狗 嘘 嘘 可怕的狗 安德鲁 你马上进来 拉克小姐生气地喊着 可安德鲁光是懒洋洋地叫 就是不动 拉克小姐怎么也搞不明白安德鲁的意思 玛丽阿姨忍不住插话了 她是说 她不进去 除非她朋友威洛比也进去 并且还要和她一起睡在小姐的房间里 她还有一个条件是今后不再穿大衣和上美容店 拉克小姐沉默了一会儿 伤心地同意了 转身进了屋 两条狗也跟了进去 这一天 简儿躲疼 躺在床上 麦克尔坐在窗台上 给她讲胡同里发生的事 名 胡同里来了一头牛 麦克尔叫了起来 玛丽阿姨向牛看了一眼 说 这头牛我认识 它是我妈妈的好朋友 在简和麦克尔的请求下 玛丽阿姨给他们讲起了这头牛的事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头牛的名字叫红母牛 它非常了不起 非常幸运 它住在全区最好的一片田野上 每天早晨它给女儿红小牛上课 下午叫它怎样懂得行为和称呼 晚上教它怎样挑选好草吃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 可是 有一天夜里 一向稳重的红母牛突然一个近地跳起舞来 跳得又狂热又好看 最后它终于累了 该去睡了 可奇怪的是它怎么也停不下来 直到早晨它还在跳 饭也没法吃 绝也没法睡 一个礼拜跳下来 它简直要发疯了 谁也救不了它 只好去见国王 来到王宫 国王当然命令它停止跳舞 它也确实拼命要停下 它为了使劲 浑身的每一块肌肉和 每一根肋骨都像山似的突出来了 可是没用 它仍然在国王的台阶下面跳舞 奇怪 非常奇怪 谁也搞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怜的红母牛 忽然 国王兴奋起来 原来它发现了一个秘密 你们没看见它脚上有颗星星吗 毛病就出在这儿 你们去把它摘下来 是从肠去摘 可是摘不下来 朝臣加了一个又一个 最后变成了一长牌 朝臣和星星开始拔河了 结果 星星还是一动不动 查查百科全书 只有一个牛跳月亮的记载 可以效仿一下 正派体面的红母牛考虑再三 终于同意了 它吸了一大口气 猛地一跳 离开了地面 它穿过天空 闭上眼睛跳过了月亮 等到它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 它已经停止了跳舞 回到了红小牛的身边 可过了不久 它开始觉得不满足了 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最后它才明白 它少了那颗星星 它胃口不好了 脾气暴躁了 常常无缘无故地大哭 最后它终于决定去找星星了 玛丽阿姨的故事讲完了 红母牛还在漫游 简说 真希望它能找到星星 过了不久 迈克尔突然有了一种古怪的感觉 变得调皮了 它不洗澡 用脚踢人 碰翻墨水瓶 在人行道上使劲擦鞋子 反正到处惹事 玛丽阿姨带迈克尔去散步 她说迈克尔变调皮 是因为她早晨在不该下床的一边下床了 迈克尔却说她的床一面靠墙 根本就没有选择余地 迈克尔看见路上有样东西在闪光 像在召唤她 她犹犹豫豫地走过去 漫不经心地拾起那闪光的东西 它是个小圆盒 面上嵌一块玻璃 玻璃上画着一支键 里面是个圆盘 上面好像布满字母 它移动盒子 圆盘就轻轻地转动 好极了 是指南针 这时间跑来了 她问 这是什么 环游世界用的 玻璃阿姨捧着指南针说了声 北 只见字母绕箭头飞转 天气一下子变得非常冷 只看见周围是蓝色的大冰块 脚下是动应的后雪 一个披着大皮袍的艾斯基摩人 还要给他们穿皮大衣喝精汁汤呢 多谢了 我们正在环游世界呢 环丽阿姨又转了转指南针说 难 简和迈克尔觉得整个世界像指南针一样旋转起来 忽然 他们已经站在了棕榈树旁边 太阳光很强 周围都是金色和银色的沙 在脚下烫得像火 黑人要请他们吃西瓜 用黑斜油涂他们的脸 不 多谢了 我们还要环游世界呢 环丽阿姨又大声说 东 地球又转了 一停下来 他们是在一条开着杏花 梅花的街上 两旁是样子奇怪的小房子 人们在安详地走着 这是极可爱的和平景象 一位老人欢迎他们 深深鞠躬 头快碰地了 原来他们已经到了中国 不行啊 再重的礼节也得走 环丽阿姨很快地转动指南针 斩钉截铁地说了声 吸 地球转得让简和迈克尔的头都晕了 等他停下 他们正跟着环丽阿姨穿过大松林 走向一块空地 迈克尔和一个较快如风的小印第安人赛跑 可怎么也追不上他 突然 快如风没影了 松树林没有了 只有一张花园椅子 简 双胞胎和环丽阿姨站在花园中央 当然 还有环丽阿姨的训斥 你绕着花园椅子转哑转 好像都疯了 想来你一天淘气的也够了 总有一天 我会超过那孩子的 麦克尔有把握地说 环游世界以后 环丽阿姨把指南针收回去了 一天 麦克尔正要上床 看见指南针在五斗橱顶上 他拿过指南针 转动他 北 南 东 西 一口气说完 这下可了不得了 两个巨人向他逼过来 长矛 大棍棒 大弯刀 战俘一起向他扑过来 环丽阿姨 救命啊 麦克尔哇哇尖叫 他感到有个又柔软又温暖的东西裹住了他 是什么呀 换 是自己的毯子 这会儿他心中的淘气经烟消云散了 他觉得很快活 他慢慢地喝着环丽阿姨给他的牛奶 好让环丽阿姨在他身边多待一会儿 他觉得很幸福 环丽阿姨带麦克尔和简去看鸟太太 他们兴奋地上山来到圣保罗大教堂 鸟太太用唱歌式的声音说 喂鸟吧 两遍是一袋 喂鸟吧 两遍是一袋 这就是他的特色 鸟在他周围飞翔 打转 跳上跳下 亲热极了 有时候 鸟好像要逗他 又一下子飞走了 麦克尔和简向鸟太太买了面包谢喂鸟 可他们担心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后会怎么样 简开始编故事了 晚上当大家上床的时候 星星出来了 不过星星不出来也一样 所有的鸟子从圣保罗大教堂的顶上飞下来 乌太太张开大裙子 所有的鸟都钻到裙子底下 睡着了 环丽推着铜车 带着简和麦克尔来到科里太太开的薑饼店 科里太太个子小得出奇 满脸皱纹 可她的两个女儿却又高又大 最奇怪的是她掰下两个指头给双胞胎当糖吃 掰掉的地方马上又长出了指头 科里太太要玛丽阿姨把腹的薑饼钱粘在她的黑色长衣上 她们看见每一个薑饼上装饰着纸做的金星 整个店铺好像给照出了一层淡薄的亮光 科里太太看了玛丽阿姨好一阵子 微微点点头 玛丽阿姨也微微点头回答她 她们好像交换了一个什么秘密 当她们买好薑饼 向科里太太告别的时候 店铺和科里太太都消失了 晚上躺在床上的迈克尔和剑都听到玛丽阿姨出门去了 剑和迈克尔悄悄从窗口往下看 科里太太和芳妮 安妮小姐来了 环带着两把长踢 一大桶浇水和一把大刷子 她们正焦急地等着玛丽阿姨 玛丽阿姨一出现 科里太太就说 咱们得快 要来不及了 剑和迈克尔跟着她们悄悄地上了山 她们看见了一个最惊人的景象 两个巨人小姐在下面扶着长踢 科里太太和玛丽阿姨上了踢顶 一个在天上刷胶水 一个从篮子里取出一个个闪亮的东西贴在天上 呀 那不是姜饼上的纸猩猩吗 这是我们的猩猩 剑和迈克尔认出来了 她们赶快回去 发现姜饼上的纸猩猩都不见了 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办 猩猩是金纸呢 还是这些金纸是星星 迈克尔和剑的脑子里 问号有好多好多 这时 玛丽阿姨也回家了 第二天下午 玛丽阿姨在儿童室里照看双胞胎约翰和巴巴拉 阳光射进来 在他们的床上跳动 阳光 你们一开 你们照着我的眼睛 约翰大声说 啊 舒服极了 巴巴拉却快活地说 阳光回答他们说 我一天从东到西 总得穿过儿童室 划过你们的脸蛋 一只两鸟飞来了 约翰说 迈克尔老师说两鸟说话是微 特微 一 一 他根本不知道两鸟跟我们说的话完全一样 连爸爸妈妈也不懂 玛丽阿姨解释说 他们曾经都懂的 还有树 阳光和星星说的话 只是现在他们长大了 忘记了 我们可永远不会忘记 永远不会 双胞胎自信地发誓 两鸟说 哼 顶多三个月 你们就连我叫什么都忘记了 预言果然灵验了 没过多久 在双胞胎过一岁生日的第二天 两鸟又来了 可是双胞胎无动于衷 两鸟有点伤心 用翅膀擦擦眼睛 飞走了 简和迈克尔这一天很早就上床了 他们刚躺下 就听到门口有一个很轻的声音叫他们 快点 简 迈克尔 快穿衣服 快来 去哪呢 不知道 去干什么呢 不知道 他们什么也看不清楚 只觉得有样东西在给他们带路 不断地召唤他们跟着去 简和迈克尔跟着那个声音 到了动物园 夜色中的动物园真有点神秘 大棕熊出来看门 免费接待客人 不仅如此 所有的小动物都不在笼子里 而在小道上跑来跑去 两只狼从孩子们身边跑过 和一只很高的灌鸟起劲地说话 好像在商量什么生日宴会的事 本来该观象的地方 一个胖大的老先生爬来爬去 背上有两排凳子 坐着八只猴子 真是全颠倒了 海豹要请简和迈克尔游泳 狮子竟然关心起自己的容貌 给自己的毛仔细地抹上油 卷成许多小圈圈 狮子煞有介事地量观点 狮子的威严应有美貌作伴 狮子把他们带进了虎豹馆 简和迈克尔一看就屏住了呼吸 大厅里挤满了动物 有黑豹 金钱豹 狼 老虎 羚羊 猴子 豪猪 带熊 山羊 长颈鹿 再看看笼子一关着两个胖先生 一群小孩 三位老太太 还有一个海军上将 请往后站 四只棕熊来喂食了 他们把一瓶瓶牛奶塞给娃娃们 娃娃们伸出柔软的小手 贪缠地抓住瓶子 大点的孩子从叉子上 抓住奶油蛋糕和炸面饼圈 大口地吃起来 太太和先生们也都有一份丰盛的夜餐 只有海军上将大吵大嚷 对这份夜餐很不满意 一只企鹅走来 一本正经地与迈克尔商量生日贺词 哦 原来是玛丽阿姨过生日 他们被带到玛丽阿姨跟前 一条姿态优美的眼镜蛇 正和她亲吻呢 接着 眼镜蛇说 表妹 我一直在考虑送样什么给你过生日 现在 我决定把我的一张皮送给你 眼镜蛇开始轻轻地扭动 她螺旋般地扭了一阵 金色的外皮脱了下来 她已换成了一身闪闪发光的心皮 然后 她把金色的蛇皮弯成一个圈 动作优美地用头把它递给玛丽阿姨 玛丽阿姨拘着宫接过来 我简直不知怎么感谢才好 玛丽阿姨说 真是个绝妙的献礼仪式 中兴广场的钟声响了 跳舞吧 大家跳大圆圈舞 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呀 在今天晚上这样的节日里 小的不怕大的 大的保护小的 谁也不会去欺悟谁 鸟兽 石头和星星 大家全都是一体 全都是一体 点 第二天早上 简对迈克尔说 昨夜我做了一个怪梦 梦见我们在动物园里 正好碰到玛丽阿姨过生日 可迈克尔却说 这是野的梦 他俩去问玛丽阿姨 却见玛丽阿姨束在腰上的 金蛇皮带上明明写着 动物园敬赠 啊 根本不是梦 转眼快过圣诞节了 玛丽阿姨领着孩子们 上街买礼物 迈克尔给爸爸挑了 一辆发条火车 简给妈妈挑了 一辆玩具铜车 接着 迈克尔又给双胞胎 挑了一盒发夹 给妈妈挑了一套 梳妆用具 简呢 又给双胞胎 买了一本鲁宾逊漂流记 让他们将来大了再看 该回家了 他们刚走出商店门口 就看见门外一个女孩的身影闪烁着跑跑过来 从来不大惊小怪的玛丽阿姨叫起来 我的天 多奇怪呀 实在是奇怪 因为那女孩子简直不穿衣服 身上只轻飘飘地围着一缕蓝纱 好像是从天上扯下来围在她的身子上 女孩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她嘻嘻哈哈地笑着说 她叫玛雅 是妻子妹星团中的老二 她们常常从天上看着捡她们 她们家里的事没有她不知道的 甚至连她们的爸爸头顶上开始秃了也知道 至于她上这儿来干嘛 玛丽阿姨知道 一我想 这世界上谁都要买东西过圣诞节 这就是玛丽阿姨的回答 真不愧是玛丽阿姨 她什么都知道 玛雅开始为姐妹们挑礼物了 扫肘 跳绳 书 铁环 陀螺 橡皮鸭子 六姐妹一个不缺 当然 不用付钱 因为天上是不用钱的 简突然发现玛雅没给自己挑礼物 她赶紧在自己带的那些包包里找 看哪一包可以给玛雅 你别忙 玛丽阿姨用最干脆的声音对简说 只见她很快地脱下新手套 塞给玛雅 给你 今天很冷 戴上她你会高兴的 玛雅看看手套 太大了 戴在手上几乎空荡荡的 可她还是很高兴 温柔地与大家亲吻道别 接着她点起脚尖 举起双手 向上一跳 她在空气中往上一步一步走去 还回头向他们招手 远远地还传来她的笑声 玛丽阿姨的眼睛里 含着亮晶晶的眼泪 回家后 迈克尔和简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 妈妈说 什么离奇而可爱的事情都可以想象出来的 简不同意 那么玛丽阿姨的手套呢 我们看见她把手套给玛雅了 她现在没有手套了 妈妈也开始吃惊了 这么好的手套怎么送人 玛丽阿姨说 这是我的权利 春天到了 这是春季的第一天 爸爸要上班去了 他走进花园 闻闻空气 说 嗯 风向转了 我想试刮西风了 风和日丽 不用带大衣了 简和迈克尔都慢慢地说 西风了 他俩都觉得有点二发愁 果然 一吃过中饭就开始来麻烦了 迈克尔急急忙忙下楼来 手上拿着玛丽阿姨的指南针 针盘上的指针随着她的手发抖在乱转 迈克尔突然大哭起来 姐姐 玛丽阿姨给了我这个 她说她现在归我了 一定要出事了 说来也真奇怪 那天下午 玛丽阿姨没说过一句生气的话 她好像在埋头想心事 迈克尔再也忍不住了 发脾气吧 玛丽阿姨 发脾气吧 这样不像你 哦 我急死了 可玛丽阿姨却生气地指责她自找烦恼 迈克尔马上觉得舒服一点 说不定只不过是我的想象 傍晚 玛丽阿姨让孩子们吃了晚饭 把东西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的 她把房间看了一圈 沉默了一会儿 接着她把一只手轻轻放在迈克尔头上 另一只手放在剪的肩膀上 玛丽阿姨从来没有这样的柔情 好了 现在我下去一会儿 请你们乖乖地等我回来 玛丽阿姨下楼了 前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下面 就在门口 站着玛丽阿姨 一只手拿着她那个手提袋 一只手拿着伞 风在她身边猛吹 吹动她的裙子 把她的帽子狠狠地吹到一边 可她好像一点也不在乎 她在台阶上停了一会儿 又回头看看 伞打开了 风狂笑着把伞从下面拖起向上推 像是要从玛丽阿姨的手里把她吹走 可她紧握住不放 玛丽阿姨的脚离开了地面 风轻轻地带着她走 她的脚尖紧紧擦着花园的小道 接着风把她吹出院子门 把她向胡同口的樱桃树梢吹去 她走了 简 她走了 迈克尔哭叫着 快 咱们快把双胞胎抱来 他们必须最后看她一眼 他们抱着双胞胎冲到窗前 玛丽阿姨已经到半空了 玛丽阿姨 回来吧 孩子们拼命地呼喊着 可玛丽阿姨还是一个近地飞呀 飞呀 孩子们还在难过 妈妈却生气了 真叫人受不了 也不打个招呼 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荒唐的 让我束手无策 管家们也生气了 那姑娘准是铁石心肠 错不了 孩子们再也忍不住了 简嚎淘大哭 迈克尔扑倒在地上 哇哇大叫 天底下我就要玛丽阿姨 晚上 该睡觉了 再难过也得睡觉啊 忽然 简在枕头底下 发现了一个小包 兴奋地发抖 等到最后一张包皮纸落到地上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画像 是他的画像 在一个波浪形的小画框里张着 下面写着 玛丽波平斯像 伯特慧 简发现画底下有封信 他小心地把信打开 信上写着 亲爱的简 迈克尔有了指南针 这幅画就送给你 再见 玛丽波平斯 简和迈克尔的眼睛闪着快乐和理解的光芒 他们知道玛丽阿姨的意思 迈克尔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很好 他一向说到做到 他说再见 就一定会回来的 简把画像放到迈克尔手里 说 今天晚上你拿着 好弟弟 简悄悄地说着 像玛丽阿姨一向那样 给他赛好被子 雷阿姨一向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